过去一年香港经历了的困难 大家都有目共睹 也都由于是这些严峻的局面 是引伸了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工作 所以每个人都要吸取教训 特区政会要吸取教训 各个立法会的议员 我希望都能够吸取教训 就是香港是承受不起这些乱局 香港市民是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宁的环境 可以在这里安居浪业 尤其是面对因为疫情而引发的 全球性的经济的大衰退 更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来给我们的市民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经历了12个月 应该是一个共同的愿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